这边更是一片漆黑 今天带大家来一下这个明洞 好久不来了 上一次来的时候呢 我还在这边打工 也是疫情之前 现在应该算是疫情之后了 看一看这边有什么变化 其实映入眼帘的时候 就已经不一样了 人明显少很多 之前打工的小吃摊都没了 明洞站位于首尔地铁4号线 是来首尔的游客必逛的商业街 至于我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在韩国4年多除了经常来购物之外 也在这里有过很多打工的经历 从以前一直向游览的地方变成了最熟悉的街道 但这次疫情之后对这里的影响非常大 也是第一次看到明洞这样的场景 现在能看样的就是一个 而且是没有人的 这里是我之前打工小吃摊 我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经常就靠在这里 就这样看着游客们然后开始卖东西 但是现在是一个也没有了 就连这个消防栓都没人赔了 这个垃圾桶也是 当时这里是这附近的唯一 唯四的垃圾桶 然后这边是一个卖果汁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卖炒面的牛肉牛排的 对面也都是认识的人 现在什么都没了 街上的一些外国人 应该是和我一样 留在这里回不去的人 而本地人也是只看不买的居多 最繁华的一条小吃街道 也只有一个买口罩的车了 原来拥挤的旅游团聚集的地方 现在呢 也只剩下防疫通知的牌子 前面就是中国大使馆了 门也没有开 平常这边就是换钱的人 还得有很多 现在也没有了 其实像这些还能见识下来的店 也不容易 都是促销呀之类的 但是也没有人买 刚才在那个前边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人拦住我 要问我些问题 之前有见过那种 让你试穿什么韩服呀之类的 然后问你收钱的那种人 所以 以后大家如果来的话 不要理就好 不然的话 带你到一些地方 试穿衣服什么的 然后开始问你要钱 毕竟现在什么都不景气 你就想办法这样 骗钱吧 一会儿想去那个地下街看一下 但是地下街我估计是一种感觉的 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在地下街的人 都是去坐地铁的人 基本上买东西的很少 而且即使是说是去坐地铁的话 人也很少 那就大概这样我也就准备回去了 就是实地来看一下这个民洞这边 确实比想象的都唏嘘 还是希望快点能正常下来 不然的话就像这种状态 也挺难生活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